大家好,欢迎和感谢大家来到我的视频 今天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 完全不用控制吃喝,就可以瘦身五倍 让体脂肪减少11% 内脏脂肪,骤减23%的最强早餐 其实这个方法呢,我是从日本的精神心理学家 DAIGO的影片里学来的 如果你想了解他是谁 就介绍他的网页呢,非常容易找 他是日本的私立大学排名第一的 青英大学物理情报工学专业毕业的 这么一听,你会觉得 一个学物理的,你怎么去从事起精神心理学方面的工作呢 其实从他介绍的文字里 你就可以看到 他是一个每天坚持读书10到20本的一个学者 在他的影片里呢,你就可以了解到 他是一个说话语速很快 但是内容十分精彩的 我们以后呢,就希望他的财情啊,他的视角 也来服务一下我们的频道 他是一个特别直言不惠 又作风严谨的学者 比如说关于提到减肥的话题的时候 他会直接说像酵素减肥都不靠谱 日本有这个卖的,比如说在吃饭之前 吃一个像小腰片一样的东西 可以一直糖吸收这样的东西 他都直言说,这些都是作用微乎其微 没什么大效果 他就是这样一个喜欢读书又直言不会的学者 所以我很喜欢他的视频 所以我今天呢,就把他的视频之一呢 介绍给大家 这个方法呢,特别吸引我眼球 也觉得呢,特别的不可思议 所以我就去学习 这个方法呢,实际上是美国的 阿拉巴马大学的一项研究成果 他们的研究对象呢 选择的竟然是65到75岁的老头老太太 我们一般的认知上说 都到了这个年龄了 又是一个不喜欢运动的年龄层的 他们怎么能够可以使得脂肪减下来 而且还可以使内脏脂肪皱减了23%呢 并且是通过一个最强早餐 就是吃了什么,什么,什么以后 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你觉得是不是特别不可思议呢 其实呢,戴古呢,他是一个学者 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介绍的内容 他说呢,这个研究呢 实际上是选择了26名男女 两组的65到75岁的老人 一组呢,他们就是保持他们平时的早餐饮食习惯 另一组呢,就是把他们平时早餐里的碳水化合物的部分 可能是面包啊,饼干啊,或者是一些穀物类的东西 用什么来取代呢? 用三个鸡蛋来取代 注意,不是早餐的量减了 而是把碳水化合物的部分 用三个鸡蛋来取代 那么经过了八周这样的早餐 结果是非常的不可思议的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瘦身五倍 体脂肪呢,减少了11% 内脏脂肪呢,减少了23% 以前的视频里呢,我们都讲到过 内脏脂肪啊,是影响我们人体健康最坏的因素之一 它可以导致我们动脉硬化 也是高血压呀 糖尿病的主要病因之一 所以呢,能够通过一个最强早餐 三个鸡蛋就能够改善我们的体质 减少我们的内脏脂肪 一个多么强的早餐呢 Dygo呢,他作为学者 他还分析了这个早餐的三大营养素的变化 在初期呢,没有改变的这个早餐呢 它的碳水化合物的比例呢,是55% 蛋白质呢,是20% 而脂质呢,是25% 经过用鸡蛋来取代了碳水化合物的早餐以后呢 蛋白质的量呢,仅仅增加了5% 碳水化合物却减少的比较多 减少了30% 而脂质呢,增加到了55% 肯定有人会怀疑说 脂质增加的够多的啊 这么多,别说是减肥了 是不是对健康都会有影响呢 Dygo呢,他也针对这个问题呢,做了分析 鸡蛋替代了碳水化合物 作为这个能量的供应呢 它是可以使得机体里的一个叫做 HOMAIR的这个指标呢,得到改善 也就是说可以促进燃烧糖质 使身体的糖代谢呢,增强 脂质代谢的功能呢,也得到改善 所以呢,它才会引起这么好的减肥效果 当然,有一些作用机制也还不是很明确 那么从鸡蛋的成分呢,也可以做一些分析 鸡蛋里含有一个最重要的B组卫生素 那就是胆碱 胆碱呢,它是可以加速脂质燃烧的 一个重要的好的物质 我们知道有些研究已经发现 如果人体里头的这个胆碱的量不足呢 反而容易肥胖 所以说增加胆碱的量呢 本身就是可以促进脂质代谢 加强脂肪燃烧的一个好的方法 当然有些糖尿病的病人 你可能会问说 我能不能用三个鸡蛋的早餐呢 一般的研究上来认为呢 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你还是最好征求一下 你的主治医的意见 因为它最了解你的病情 Dygo他强调说这一项研究呢 它的体脂肪的测试方式呢 是用的叫DXA的方法 就是用X线来测试体脂肪呢 是一个比较精准的好的方法 如果你是一个正在走在健美的路上的人 他还有一个很好的建议 就是说男性吧 只要维持在13.5%的体脂肪的情况下 就可以得到你期待的这种形状的显现 如果长期的维持10%的体脂肪 他认为不健康 可能会让身体有些不适 而女性的体脂肪率呢 只要保持在10%到18% 就可以让自己的一块一块的腹肌呢 显示出来那个美丽的轮廓 那个形状 也是他自己健身锻炼的一个好的经验 他还给我们大家推荐的两本好书 我把书名呢都写在这里 请大家参考 好,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好的减肥方法 你想不想试一试呢 其实我已经开始试了 而且已经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好,如果你收益于我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为我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并转发给需要的家人和朋友们 如果你要是能够打开小铃铛呢 就可以在我更新频道的第一时间收到信息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非常感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